张本志和又放狠话了 松妹二人 已经成为了日本乒乓球队的头号当打选手 刘国良这一次的麻烦要大了 那么面对张本志和到底要怎么去打呢 提到这里之前 欢迎大家给咱们的视频查一下点赞纽 感谢大家 张本志和在最近的比赛当中 可以说变得越来越骄傲了 可以说他通过了WTT世界杯比赛之后 哪怕说他输给了房政东 但是在张本志和看来 他依旧是作为日本乒乓球队头号的男当选手 而且张本志和他最近的比赛 还有一个点让他心态变得更加的往上的 那就是他有一个妹妹张本美和 张本美和直到如今已经成为了日本乒乓球队 新一届的头号女当选手 跟张本志和一样 都是在日本乒乓球队有着很大的名气的 那么张本志和张本美和作为两兄妹 如今呢一起报名参加了日本的锦标赛比拼 其中呢张本美和还跟伊特美神 接下来要进行面对面的对碰了 其中咱们可以预测到张本美和大概率呢 能够击败伊特美神 那么这样一来 张本美和未来的比赛当中大概率会成为 咱们国拼最强大的一个竞争对手 刘古兰接下来一定要重视 不扬的话麻烦要大了 其中咱们要了解到的是 张本美和他所接受的这一套专业的打法 专业的训练 其实跟张本志和非常的类似 同样呢都是来自张本志和他的父亲 所传授出来的这一套打法的 况且张本美和现在呢 年龄才13岁而已 他要比伊特美神年轻的太多了 整整年轻了7到8岁的 而且张本美和凭借他现在的这个发展趋势来看 未来的比拼呢 大概率会成为咱们国拼的一个竞争对手来的 很年轻很强大的一个竞争对手 并且最近的比赛在U13的比拼当中 他是带领着日本乒乓球队 拿到了团体比赛的冠军 所以说呢这样一来啊 那么张本美和跟张本志和两兄妹啊 大概率就会成为咱们国拼 未来十几年的比赛当中 很难打的一个竞争对手来的 而直到如今呢 刘国良也意识到了这个问题 意识到了接下来 咱们要去对仗张本志和宋妹 而且还要对仗张本志和 他的父亲给到了不断的这种技术的指导 那么其中 刘国良啊 肯定是要做好充分的准备的 其中呢就包括了快慢 这名非常年轻的00后选手 另外呢 还包括了陈毅等人 都是作为咱们国拼队伍啊 年轻的一届 很有潜力的发展选手的 陈毅跟快慢呢 最近在U19的比赛当中成功获得了比赛的冠军 其中呢就狠狠的击败了 包括了日本美国等乒乓球队拿到了比赛的冠军 所以说呢这样一来 哪怕说张本志和他对外表示到 想要带领着他的妹妹一起拿到世界冠军 一起呢击败咱们国拼队伍 但是呢张本志和他还是高兴的太早了 毕竟呢刘国良啊 无论做什么事情都是早有准备的 都是未雨绸缪的 最近的比赛呢 要举行WTT冠军的争夺赛 年轻的选手呢都要去参加比赛 而且包括了很多年轻的发展主力 很多13、14岁的选手都被逐步的培养了起来 就是为了能够去对战张本志和的妹妹张本美和的 哪怕说张本美和他战了起来 成为了日本乒乓球队的头号女当跟伊特美成一样 哪怕说张本志和他依旧对外表示到 想要击败咱们国拼队伍 但是千万不要忘记了 咱们国拼依旧是非常的强大 咱们国拼依旧非常重视对年轻选手的培养 刘国良呢正在打造年轻选手的这一套打法 并且最大程度的争取未来的比赛当中 不给张本志和跟张本美和两兄妹任何的赌贯机会 帮助咱们国拼包囊比赛的冠军击败日本乒乓球队 那么我个人比较看好刘国良接下来的充分准备 大家对于张本志和跟张本美和兄妹二人表示到 要击败咱们国拼拿到冠军这个说法 你是怎么看的 你支持刘国良接下来能够继续击败他们吗 欢迎做出你的点评 也欢迎大家给咱们的视频长按下点赞关注 感谢大家咱们下见